你真的以為這張椅子是用來睡覺的嗎 不是嗎?你看它的角度剛剛好 多熱入水 那你就錯了, 準備做第二個動作 這個動作我們會用啞鈴 和你剛想著用來睡覺的椅子 這張椅子你看到是斜的 不是我們剛剛做平胸的動作 所以這個動作我們會做到上胸部份 這個部分我們會弄到肩膀 這個女生很害怕的鬼屍肉的位置 而且有助我們去硬化胸部的形狀 好, 這個動作我們會做推動和飛動 兩個動作同時去做 怎樣做呢?一開始, 拿著壓力 下去的時候一樣, 拿著背部 對, 提起針, 你會感覺到這裡是扯著的 然後上來的時候, 同時轉 用兩隻手臂, 像把胸部迫在中間 令胸部更加集中, 好嗎? 下去轉 好, 再來 扯著, 推, 轉 推, 轉 這個動作是我們推的時候 已經要轉定了, 一邊轉一邊推 而不是我們推完上去才轉 這樣就沒有了效果, 好嗎? 保持左背 好 這個位置是嗎? 對, 最後一刻 好, 你這麼興奮了, 現在讓你躺下去了 我現在不想躺下去 壓力給你 鎖住背部 這樣 對, 鎖住背部 你現在全都出來, 鎖住背部 對, 下 好, 這樣 好, 推, 轉 對, 再來 你會感覺到這裡 扯著, 再推 然後可以用兩隻手臂 夾動起來, 對, 很好 好, 三… 好, 三… 好, 三… 來, 起來 不用氣了, 來 這個動作其實做得不錯 已經是把空肌拉開 再推出來, 集中 剛剛我在這個角度看的時候 是看到原來妹妹也有胸肌 當然有胸肌 因為你一集中的時候 你有阻礙背部的話 你一定會把胸向前迫 但相反, 如果你沒有阻礙背部的話 你就會這樣, 胸肌會凹進去 所以只要你繼續做這兩個 胸肌的動作, 辭之以恆 你怎麼笑 你一定可以換上你現在穿的運動靴 對… 好, 繼續做